每戶都是獨棟透天措 市價三千多萬 而往紅貴婦內內男友的父親黃麗雄 明明是欠稅大戶欠了七千多萬 也住在這 未必被發佈禁舍令居住地 也被公告上網 太過分了吧 在玩什麼 不是 我覺得他們家 你看 就是這樣子啊 你知道嗎 就是很有錢的那個樣子啊 你知道嗎 所以原來他是欠的啊 大家會幫忙注意啊 是不是 那他日子就難過了吧 黃麗雄現在被禁舍 一個月的生活費是不能超過 兩萬四千元 全民都能來檢舉 他也不能搭小黃出門 就連老婆幫忙叫也不行 民眾最高檢舉獎金 可拿一百萬 當然有那個機會是一定會啊 去檢舉啊 天上掉線平下來 怎麼會不會去檢對不對 如果真的是住在這裡 就拿個板凳來坐著等就好了 獎勵檢舉辦法一公告 黃麗雄瞬間成為 附近住戶的焦點人物 禁舍令除了不能搭小黃 也不能搭高鐵 禁止去KTV酒店夜店 舞廳和四清級飯店消費 也不可買兩千元以上物品 而投資股票買黃金 當然也不行 民眾若發現黃麗雄 有引力資產 拒不清償欠稅 將可領三萬到十萬獎金 若檢舉能協助追回欠稅款 將合發一百萬 怎麼會是這種鬼啊 三世婦產科名醫 黃麗雄名下卻空蕩蕩 沒房產 疑似為了用健保返台 這下面臨欠稅問題 因為他從2014年開始積欠綜合所得稅 總共欠下七千一百四十九萬多元 開了診所賺飽飽錢呢 去哪了 這下不僅被限制住居 每晚必須以監控手機自拍回報行蹤 一舉一動都被全國人緊盯 就連住處也成為討論話題 這新聞 重新彭行美在新北報導